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關於12月中旬到12月下旬 我們怎麼樣操作 如果投資朋友 你還不曉得怎樣賺錢的投資朋友 其實劉老師是很費盡心事 幫他跳出全新一批低基期的股票 這些股票沒有讓你太多等待的機會 今天劉老師會公開 我的玉金光第二到底是誰 當玉金光今天跌停板的時候 全新低基期的玉金光第二 今天是幾乎噴出第三根漲停板 創下波段新高 我想我開始跟大家聊 這個大盤後續的一個 變盤轉折的位置點的時候 我會給大家最後整集節目的結論是說 不太可能是一個波段是一個下探 那最後大盤應該是一些 高基期的股票已經漲多 來到一個第一波漲勢已經結束股票 開始要震盪休息整理了 我想今天已經非常明顯的出現 這種變盤轉折訊號 最明顯的例子0061的保護生 你如果看到入股今天盤中的大漲才去追 今天是殺到平盤下 而且保護生爆出17萬張的歷史天亮 看到這種量你真的要稍微擔心害怕一下 股票都是要從沒有量的時候開始買 你才會跟我的會員朋友一樣 從低量去買進到今天為止 每1000萬的資金是大賺440萬 是大漲的44% 漲得用噴出的形式我昨天跟他預告 連會員朋友抱著都會抱到會怕 因為量真的太大了 可是你如果肯跟著劉老師 在沒有人裡會量縮盤子的時候 在低檔 11塊4以下進場佈局 同志們這一檔股票是可以讓大家用 用100萬1000萬 我每一個我們操盤是去代理那個退休組 這一批的一個會員朋友去買 一次一個單位都是100張100張這樣在買的 好 他是絕對可以讓你去用1000萬資金 集中進場佈局的好不好 好 昨天我們已經聊到說 日線圖的一個形式一根長紅K 有一點三點高盤的形式 那量價已經變成短空方了 這種形式是壓力盤 很可能會變成一個夜星的一個 短波翻轉型態 其實我在禮拜12月3號 禮拜三的時刻點 教訓指數是大漲130點的時候 我就跟他預告 理論上在B之A B之B B之C有機會做一個等幅相對應測幅 像昨天就拉到9251 可是這前面的結構都看得很清楚啦 這裡就是一個335波 他應該還是維持這個橫向區間操作 好不好 那今天交權指數呢 還是一高壓力盤 而且通常收疊了18點做收 我認為日K線的一個形態 已經做成一個雙壓要空的形式 這可能 這個應該是一個極短波 相對明確的一個空訓 再加上來 加權指數我們看一下周線圖的一個形式 我在禮拜二的時間點公開跟大家預告 禮拜三的晚間是全球股市的 34天的一個變盤轉折 我們來看一下KD指標 來 準準準 在禮拜四開始進入一個空頭變盤的時間波 它可能是交代變盤轉折高 隔天開始做一個震盪 或者是直接往下殺 像法蘭克福指數 第三十五天 好 禮拜四的時刻點 就直接高檔區一根 比較明顯的空頭反轉訊號出現了 長黑吞噬的前面的整理平台破線 而且日KD死亡交叉 美國股市昨天也開始做了一個 短波的一個震盪了 好 這個都是我禮拜二 禮拜三的時間點 跟大家事先預告的 好 那今天加權指數 所以時間轉折這個敘述 你一定要很經濟的去計算 那計算通常都是從隔天開始起算 所以我在禮拜二就跟大家預告 禮拜三是34天 那K線的變盤轉折 應該從隔天開始起算 所以我認為如果國際股市 開始進入一個短波的一個向下震盪 這個盤式格局 昨天跟前天市場的氣氛一片大好 每次都是利多消息出來 才會見到一個反轉的轉折高 你如果都是利多消息 才去買那些高機級的股票 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現在股票又覺得套牢了 你可能預金光要套牢一根跌停板 而在77.9塊的跌停板 我要你重壓大買 你可以賺5根漲停板 好 120塊錢出清的時刻點 你卻又注意在那個波段轉折高 所以下個禮拜回來 我們幫大家用這樣的一個思考邏輯 一定是想辦法挑在底部區有機會複製玉金光 有機會複製TBK 有機會複製網家 全新的低基級的一批股票 是我們12月從下個禮拜回來 操作的一個主軸 好 來 所以我剛剛從34天的一個變盤轉折 告訴你說國際股市要震盪 來 我們可以拉過來這個位階 這樣數得比較清楚 好 我們從這一根K線 本週的收盤的周線開始計算 1 2 3 4 5 6 7 8 剛好是8501對不對 9 10 11 12 13 隔週 就是這個轉折高點 95 32 距離95 93 剛好21週變盤轉折 下個禮拜回來是一個三重變盤轉折週 下個禮拜回來是一個週線的 三重變盤轉折週 好 那你不得不相信這個變盤轉折 因為史乎上面它就是幾乎百分之百 就會按照這個盤式格局走 好 就一定會按照這個盤式格局走 所以我認為現階段投資朋友 你這個禮拜六 禮拜天你要做的功課 好 應該是 想想看 如果下個禮拜回來 只剩下3個禮拜今年就結束了 我知道大家很急著想要替自己加薪搶紅包 12月份剩下倒數這3個禮拜你不掌握 接下來就1月份馬上要封關了 如果真的有行情 如果有全新的一批的股票有行情 如果下一批類似像玉金光第二光耀科 你從43塊錢進場布局 今天已經收在52塊6了 你不低檔去買 趁著這個時刻點去掌握這部行情 你什麼時候做 好 可是絕對不是盲目的亂衝 你一定要有方法 基本面也要詳細的做篩選 技術面搭配短期低級期 明年基本面有大幅度的一個爆發性的一個成長 好 那各種盤式格局篩選之後 你當然可以買到玉金光第二 今天噴出掌停板創新高啊 這樣是扎扎實實的賺兩成了 所以今天劉老師跟大家介紹光耀科的時刻點 最主要是也滿足我跟大家設定好遊戲規則 只要拉開三根掌停板兩成的價差 我會員朋友買好布局好 買夠了籌碼的時候 我絕對會跟大家做介紹 今天剛好是大漲22%的一個位置點 好不好 所以再舉一個例子 我還是跟大家報告一句話就是說 不要擔心這個盤式格局短波的震盪 它的一個內涵如果我們說 不可能是一個波段式的向下變盤 它大概是維持一個區間很像的盤整 昨天就已經跟他講了 就是哪一種震盪整理的形態 然後它維持指數 可能就是這兩三百點很像震盪的空間 那一定是有的股票跌下來 有的股票轉折低基期從這裡開始起漲 採量指數維持一個橫向的區間嘛 所以這個禮拜的功課是 到底哪些股票下個禮拜會向下變盤 你要先把這些股票賣掉 好 跟著六老師布局全新EP的標的 為什麼我這一個禮拜告訴大家 好 網家我們又大賺了175萬獲利了結 郁金光已經大賺了5成獲利了結 我要買的是全新低基期 因為像會員朋友才安全 你才剛賺到光耀科 這個波段又噴出了兩成嘛 好 所以不斷跟大家強調 這裡如果是我的看法 我認為大盤短多短空 急掌急跌反向操作 有機會類似今天這個短波空訓 我認為就應該要開始密集的出手了 好 可是大盤我們就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你不用擔心在這樣的環境之下盤整盤 反而真正資金集中進去的股票 真的開始攻擊量人潮出來的股票 就會非常彪悍 我已經跟大家預告 郁金光這裡絕對有5成1倍的機會 77.9元 120塊錢出金 大撞5成 好 再舉一個例子 好 這個是0061的保護身 今天爆出17萬張的大量 我的朋友你要稍微開始擔心一下是說 好 來 這真的是賺到會怕啦 放出11萬張的大量 那為什麼你不當初 劉老師跟你預告 你買在11.4以下 我們買進去之後還跌了一個禮拜 最低殺到11.27 周線的向下洩行 如果技術面組身段形態的股票 洩行你一定要做一個追蹤 因為如果基本面搭配今年的入股 政策面上面全新的一個轉機 這張股票 賣 我就是要賺5成 你1000萬元資金到今天為止 有沒有逼近5成了 那怎麼會到今天爆量的時候 這個禮拜全市場的焦點叫保護身 好 我在禮拜一那個剛突破整理型態 我們還是買 來一直告訴大家這個大型態 好 相對轉折低基期是 你未來不絕的標的 所以說11塊24這個整理平台 我一直盯著 因為一針量越過很可能就要噴出了 11月26號還告訴你說這裡會有一個主升段 這裡絕對不可能是空投 所以這幾天都還是可以買 即便到12月1號14塊6 這個整理平台剛突破我還是買 12月2號14塊8平盤以下 中碗盤直接拉過去直接到15塊1 平盤下還是加碼 到今天為止幾乎噴 這一個禮拜是紮紮實實的一個ETF 居然可以噴出兩根漲停板創造波段新高 可是手上要保護身的投資朋友 如同郁金光今天的跌停板 我可以這樣跟大家預告 稍微注意下個禮拜回來 不太適合開低把今天爆亮的這根黑K 做一個短波今天買了全套牢 可是你已經知道不論是日線週線 這個禮拜的這一根暴力死天亮的高點 不會是高點 如果震盪下來是大家的機會 那保護身未來到底能不能操作 這一個波段走勢真的有機會 複製劉老師跟大家講的 週線整整準備了兩年 他有機會噴出大漲一倍嗎 好 我們會看著日線圖走勢 到底什麼時候亮縮價穩值得買 我會幫你出去做追蹤 你直接跟著劉老師 像這種很適合大波段 即便是你是退休族操作的投資朋友 然後我想保護身就是一個非常明顯 其實機會到了劉老師 絕對不會帶你錯過啦 誰會是保護身第二 我也會幫他追蹤 好不好 就像高基期的 高基期的玉金光 今天出現一個比較明顯的震盪了 好 可是投資朋友 劉老師跟大家預告低基期 倒數計時的宏達電 來 今天收盤已經來到145塊錢了 好 來 這個是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好 左邊列一個缺口 像玉金光的90塊錢 後來噴出大漲到129一樣 好 這是1個月 2個月 3個月 4個月 5個月 6個月 6個月的大底 好 倒數計時 來 宏達電沒有行情的時候 劉老師每一波的一個向下空投轉折 全部都事先提醒你 所以我們這一檔股票 才可以已經大賺了4倍648塊錢 這是全線已經獲利了結 已經實現 已經賺到口袋裡面了 好 我其實在選前這個轉折高點 彈高到140塊錢左右未接 我曾經把股票 因為已經賺了 額外又賺10塊錢的價差 全新賣出一趟 好 可是真正 我也在等待營收的消息出來 這是12月3號 宏達電業公布營收月增7% 我們擔心的營收有可能是利空消息的時刻點 利空一排除的瞬間 這裡不是一個小的橫盤真理形態 好 來 第一個時刻沒有任何猶豫 突破141 一口氣就五成資金全部買進了 因為你確認突破警線要買的時間點 一加碼你就可以現賺一根漲停板 如果是沒有跟他預告12月前新搶紅包 而宏達電打了6個月的大底的低基級的股票 會是我們這一個波段優先操作的首選 好 當年是噴出漲停板了 那劉老師們告訴大家 這張股票大盤震你不用管 時間波跟大盤錯開 已經從1000塊跌到只剩下145 那你不是覺得要買點嗎 好 8月6號 歷史最低點跌停板120塊 隔天還有118塊錢 10月16號這個洗盤沒有太大的猶豫 一口氣七成資金全數買滿 好 這樣子145塊錢120塊 這張股票也類似保護生 我們絕對不是一張兩張這樣在做價差 穩了當股所當我們只有一檔股票 好 假設你的戶頭總資金是1000萬 你就是700萬 你就500萬 一口氣50張100張宏達電就要買滿了 到今天為止 你還不要大賺200萬元以上 投資朋友 劉老師不只賺這個價差 你假設是一張宏達電 假設是一張宏達電 你當初套牢在800塊錢的 全部都解套了啦 648再加上現階段的145塊錢 全解套了 要一短一長一個搭配 同時劉老師跟大家預告的TPK 從150塊錢跌停板到今天為止 是不是歷史絕對第一機器 這一波仿得有行情 可是你看著宏達電 這一波是有行情的 但是劉老師有沒有跟大家預告 宏達電上游的TPK 上游供應鏈 由於先接到股本又比宏達電少一些 宏達電如果要漲兩成 他要不要額外多賺一倍 宏達電如果有賺五成的機會TPK 可乘這批股票也沒有領先去做發動 有機會大賺一倍以上 好 我們宏達電TPK的資產管理 特別比較適合你的資金 不會比較大的投資朋友 那真的歡迎大家在這個時刻點 第一個時刻去跟上 我們後續的一個操作的步調 好不好 好 下半段回來 好 劉老師來跟大家報告一檔 全新的股票 其實我已經跟大家預告 整整三個禮拜了啦 至於金光今天直接灌跌停板 明明是天大的利多消息 好 直接跌停 好 來這個套到整理型態 已經八天左右N頭 禮拜一不太適合去開DEO 你不賣 五根漲停又少賺了 好 12月3號 是不是要告訴你說 12月2號129塊爆亮長黑 結果量縮反彈 你要不要全速出新一趟 未來壓迴再接 好 這是大壯五成了 想辦法去買誰在這裡嗎 誰在這裡嗎 好 那今天跟他報告 來我們 我們光耀科絕對不是只有賺兩成而已 好 今天早上再請會員朋友加碼 差一點點噴出第三根漲停板 好 投資朋友 這個是今天早上還加碼 我們是玉金光 11月21號已經來到115塊錢 賺了4根漲停板了 3筆多單 把第二 第三筆獲利了結 獲利了結出清加碼單 再買玉金光第二 來 投資朋友 3428的光耀科 當天就噴出漲停 好 今天早上在加碼 昨天買 會員朋友還是賺 我先進了會員朋友優先布局的 就是如同我剛剛一整段跟大家講的 我知道所有的投資朋友都擔心 我對於這個盤勢格局的震盪 我認為是有難度的 盤勢格局是要震盪的 他其實還是在一個橫向盆整 絕對沒有那麼容易說 這個盤勢格局就直接噴出大漲 我們也等到FOMC會議的利空排除之後 再來做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布局 但是你只要把機會先抓出來 有風險的地方你全部排除掉 你這個禮拜是不是照樣大賺5根漲停板 我帶你布局的股票 全部噴出窗新高 好 玉金光大賺5成以後 轉加碼了光耀科 今天再賺2成 你1000萬的資金已經變成1700萬了 其實劉老師各方面想方設想 我一定是想辦法用風險最小的方式 幫你去拚最大的獲利機會 尤其下個禮拜回來盤勢格局的難度 就我的看法我認為對一般投資朋友來講 難度是有的 好 可是投資朋友 好 劉老師給他的責任就是 既然答應大家12月份幫你最後一個月 全力拚 全力衝刺 好 我一定是非常謹慎小心的 好 想辦法去掌握這個月的行情 好 那我認為其實行情難做也難做啦 可是方法對了 賺漲停板速度也很快 你還不曉得怎麼樣布局的投資朋友 劉老師全新一批的標的都幫大家挑出來了 我像下個禮拜 我們其實還有兩檔準備要進場布局的股票 前面這三根漲停板兩成價差 先跟著劉老師賺起來 好不好 好 今天特別回饋給大家 好 今天特別回饋給大家 而且只有今天有這個專案 好不好 那你一定要好好掌握 等一下直接播通電話 教訓劉老師的服務人員就好了 來 只限今天基本費 詳情電容 直接教訓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休息兩分鐘之後 再回來 最有可能會引發清晰性的肺炎煉酒菌感染症 你知道嗎 在台灣每十二個小時 就有一個人感染 接種肺炎煉酒菌疫苗就是最有效的預防方法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德投顧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力氣 入會資金專線 02 2578 30000 2578 30000 最甜你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倒快 使命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 也是擔有 吹記憑啊 先用記憑 五分鐘 歡迎來到我們現場 那上半段時間 跟大家談到3428的光耀科 其實這張股票是繼大力光之後 唯一我們在國內的一個光學股 每個季度都是維持的穩定獲利 而且新街道的一個成長經燈 它一個幅度比這個小米的一個定量還要高 如果你看著大力光在第三季賺到89.5 光耀科賺到1.83 郁金光到第三季為止還快速6.64 你可能要技術面上面來回掌握價差 然後再期待它有回升的機會 那你再怎麼樣選 你絕對有辦法看著郁金光跳到光耀科的 好 劉王剛跟他講 11月21號已經賺了4根漲停了 把他獲利了結一趟 加碼單的部分 買進3428的光耀科 當天現買現噴出漲停板 劉老師當天就跟他預告了 全新會員朋友 經濟的會員朋友買低機期 但是有機會複製郁金光漲停加倍奉還的 好 低跟漲停突破這整理型態 這個跳高你一定要想辦法再去追蹤了 昨天再加碼第二筆多單 好 來 當天就噴出了第二根漲停板 好 有沒有如同我預告的漲停加倍奉還 但會費兩天的時間賺了14萬了 好 到今天為止 這是昨天跟大家講到的 玉金光第二 這是今天的光耀科 好 我們早上的時間 新興會員們還是滿 照樣差一點點噴漲停 整個波端咧 如果玉金光賺了5根漲停之後 我以來就會賺這裡嘛 你的5根漲停不是變成4根漲停 而是變成8根漲停板 老師朋友 來 玉金光1000萬變成1540萬 你轉買光耀科再賺3根漲停板 拉開22根漲停板加差變成1878萬 如果以負利業方式計算 你是賺了87個% 好 所以第一個時間跟上劉老師的腳步 而基本費只限津貼內容 你直接洽詢劉老師的服務人員 主要投資順利 我們下週再見 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目非是情書 在下不需要 請別再來啦 是的 我知道 未記錄並將停止利用你的個資行銷 接到银行电话行销时 表明您的意思 就是维护您的权益 若不愿意接受行销 应明确拒绝并告知 若接受行销 应充分了解商品内容 交易成立需要签约 电话行销重诚信 明确回复免烦恼 投资是门专业的事业 也是门良心的事业 获得投顾 都有期货 股票 双振兆 是您投资获利的最佳伙伴 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投顾 用心 用心 还是用心 是顾得投顾给会员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为会员创造最大的财富 免费资料索取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顾 顾得投顾 当您投资失利 求助无门的时候 别失忆 顾得投顾 秉持良心经营 专业投资帮助您 拥有起货股票双振兆 使您反败为胜的最佳利器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8-3000 2578-3000 最舔你的投顾 顾得投顾 台风好语 来时怎么办 不怕不怕 提醒您要准备水 干凉和手电筒哦 记得关门窗贴胶带 追杀包 随时注意台风好与动态 待雨来时 随时了解淹水讯息 五十六警戒发布时 配合疏散避难 或自行前往避难所 如要紧急救援 请拨打119 没事请待在家里 注意警戒讯息 不要前往危险地区 做好准备 安心加倍 凭这婚礼 顶时享受 幸福就从一郎开始 关于幸福等待 就像是我俩人生故事的前导片 给你一场高贵不贵美丽回忆 老店新开 风华再现 一郎以全新面貌为宁服 到大都会国际家具馆 就是这么方便 全国最大家具馆 很大 很豪华 精品家具 一次更加买其 大陆美国际家具馆 求机性的抢先上市 森田药庄高纯度 玻尿酸面膜 森田药庄